串列的部分的话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横向或纵向的一个清单 所以将来如果假设我需要放一个连续的一串资料的话 那我应该要怎么使用串列帮我完成这些事情呢 那首先的话当然 如果今天有个需求 我希望写一个程式好了 这个程式的话就是 它可以连续不断的输入 但是我不确定几个学生 反正我就是希望比如说输入他们的成绩 假设我希望输入数学成绩 然后呢它会希望显示什么 请输入学生成绩 然后就输入一个两个三个 然后呢直到输入负一的时候呢 就帮我离开 OK所以第一阶段就完成了 我希望 所以你说老师那我这些资料放哪里 当然就把它放到那个所谓的串列里面就OK了 那第二个的话 你说这个串列要干嘛 第二个的话就是希望帮我计算什么 也许比较常遇到的就是什么 计算总共输入几个学生 然后呢总分几分 最后的话平均几分 而且平均呢 取到小处点的第二位 那怎么做 那跟各位讲这个跟串列非常有关系 那其中有几个方法你一定要记得 哪几个方法 有没有发现这个表格里面就是串列常用的方法 那其中的话呢 比如说你今天要放资料的话 你一定要知道有一个方法 一个函数 叫做append append的这个就是把资料放进去的意思 所以呢如果今天呢你可以产生一个变数 比如这个变数名称叫list1 那你希望呢把资料放进去的话 那你就是list1.append 刮5里面就是你要放的 所以通常如果他输入一个成绩85分 你就把它用append就把85分 放到这个串列里面去了 OK 然后第二个你一定要知道的 比如说我后面还要算什么 他总共有几个学生 对不对 有没有发现 取得元素的数目 所以如果比如说我四个学生 那你就用LEN 算一下这个list1里面有几个 有没有 这个其实跟你适合的蛮像的 那另外的话呢 还有计算什么 总分的话呢 它里面其实有个函数 因为python里面预设就有个上函数 跟Excel一模一样 但是平均的话呢 Excel有那个average 有没有 可是python没有这个average 所以怎么办 那没关系 就是把总分 除以总过几个人 那不是也 但问题是不会小最后第二位 那小最后第二位怎么做 我们自己讲过 用format就好了 OK 所以大概有个概念 其他如果没想到的话 比如说你要删除 有没有 你要取最大 最小最大 这些 可能暂时没有用到的 我想你大概有个印象 之后会用到的话 就可以拿来用 它有点像Excel里面的某个函数的概念差不多 只是说Excel里面的函数 相对数量一定是比这一些来的多很多 OK 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 我希望让它怎么样 可以帮我写一个 简单的程式 请输入学院成绩 那它基本上是怎样 它是应该是 会需要一个input 然后把资料取得之后 那因为呢 直到-1 所以变成它无穷违缺 file 所以你刚开头 如果你什么都不会的话 那很简单 你就是先写一个file email号就没错了 OK 你就打一个file email号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反正你就一直给我输入就对了 好 那输入到什么条件就离开 就当它输入的值是-1为止 那怎么取得它输入的值呢 我们就是先前面加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叫score 这个score等于什么 等于input 你帮我输入什么 请帮我输入那个成绩 对不对 记得输入完之后 记得外面又加一个int 不过你说如果小数点怎么办 比如说小数点75.3 那不对 对所以这边的话 你可以用什么 用eval算 eval 这个前面有讲过 eval 然后里面的话就是 请放 这边就输入那些文字 这字比较多 我看直接就拿 拿这边好了 然后我们已经写好了称 这里面的 好那这样的话 他们就输入了 对不对 输入之后的话呢 你就判断一下 如果他输入的不是负1的话 那就把它放进去 所以如果负1的话就离开嘛 所以其实如果一负 如果这个score 假如什么样 他不等于负1的话 所以我们可以先判断不等于负1的话 然后 那我就怎么样 我就输入到那个list 所以 这边我们会需要先在画回均上面先增加一个空的清单 对不对 对不对 之前我们不是有加个c等于0 对不对 0是他初始值 可是清单还有分喔 空的清单 那空的清单就是空的串列 对不对 你可以加一个list 加在fire回均上面 它的名称呢叫list1 空的特别追喔 如果是数字是0嘛 那如果文字是双0 对不对 那如果假如呢 空的清单就是这样子 这个的话指的是空的串列啦 里面没有放任何东西 记得是中瓜糊 OK 好 那我们产生一个list1之后的话 就可以把资料放进去 所以呢 在如果他不等于负1的情况下 那我就把他输入东西放进去的话 记得这边不是点append的 其实你点一下 第一个就是了 那把资料放进去的话 就是这个scope 放进去 这样的话呢 他就会帮我把资料放 当然啦 我这边有个逻辑判断 当那个输入成绩 不是负1的情况下 他就放进去 你看可以离 可是反之呢 所以这边不是 反之就是负1 负1的话就是 离开嘛 我讲过喔 如果你有画一帽 记得你城市一定要有个地方 让他离开 对不然的话 他就一直输入到 没办法停 没办法停 不过你说 老师那老板如果忘了写 那个break 请各位看一下 你在控制台的 右边有没有 这边不是有正方形 如果你要强制离开喔 这边有 但是现在他 他不会是红灯的 他如果假设你一直跑不出来 只要是回圈里面 就会变红的 你按下去就强制离开了 OK 如果你假如忘了写 如果我们城市应该记得啦 如果把这个写上去 else 那我就break就可以了 如果假设是负1的话 那我就怎么样 我就是直接在这边 加一个break OK 那这样的话 他就知道 你是负1的话 那我就帮你把城市离开了 OK 那最后的话呢 你说 这个地方break之前 我看我们还是先把那个list 先把它print出来 所以如果假设我在break之前 那我就直接把它print print list1好了 就把list1里面的资料 帮我把它全部 通通都print出来看看 OK 我们来试一下 这样子 应该城市 基本上大概写这样 就是如果他有输入 不是负1的情况下 那我就把它放进去 反之的话呢 它是负1的嘛 负1我就把结果print出来看看 看看里面输入什么 所以我执行一下 OK 那这个时候的话 请输入乘积 那输入负1是结束 OK 所以我这边的话就是 先输入85分 Enter OK 他要继续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是负1 然后再来就96分 第2个学生 87分 第3个学生 再88分 第4个学生 4个就好了 OK 那我再输入负1 那负1的话呢 它就会跳else 所以会把我 刚刚输入了三个人的成绩 有没有 因为刚刚我放了三个 因为append的就放进去 把它print出来 那最后break掉 OK 我们来执行一下 Enter 好 那你可以看到有没有 这个时候呢 我就把结果 你知道 分别print出来 那你会看到 有没有 我刚刚输入成绩三个 它就列出来了 有没有 那所以你说 老师 那如果说我今天想要知道几个人的话 很简单嘛 你就是在 这个list 外面再包一个len 如果你要加总的话就上 如果你要平均的话就把那个什么 上除以那个len 那就可以算出平均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第一个 先写一个什么 写一个这个输入成绩 那目前我们就有输入 那存的话是存在哪里 存在list1里面 第二阶段 我是希望说帮我计算一下 你输入几个学生 然后总分几分 平均几分 那怎么写 那请各位试一下